不过如果是也是不能够暴敌 我们只能够通过整个大体租轻攻击个探 马哲率先是打掉了对方 这个马哲应该是小到是压前顶出去 锯了一枪 我们看到这边日本队这边的分布 然后还是一个慢卡的节奏 而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IG这边也是选择了 有一个前压先进行一个第一次的火力侦查 然后看一下你整个日本队的一个整体的进攻路线 然后正好是马哲率先开箱 是打掉对方的人 因为小到你第一时间强点 如果说对面的匪徒这边的潜伏者 也是第一时间强小到 你拿狙击枪去强小到 第一时间是真的很危险 但是马哲就是断定你第一时间小到 这边没有什么 不会是一个压前或者强点 是直接小到顶出来 应该是把那个北家有点先没事 这边我们看到B方是直接前压了 三秒抓掉 直接强装 但是这边 最后18还是补掉了对方 但这一步有点亏 有点亏 我们看到其实在水路这边 是用两个人是进行一个双架的 对 看下18能否顶住压力 秒掉他 漂亮 18 nice 马哲也是在 也在是把echo这边是击掉 剩下马哲这边要打对方1v1的残局 我们还是非常相信马哲的残局的一个处理能力的 是的 这边直接是在B狗架住了下水道 刚刚这边的IG这边是稍微有点激进了 B点是直接顶了出来 因为也是想要打一个预判提前出去抓亲人 现在就是一个拼脑子 拼意识的一个阶段 还有比赛经验了 看到底谁玩的比较6 我看到马哲还是非常仔细的去卡点了 但是我们可以从整个大戏图来看的话情况是 现在已经确定 现在马哲马哲所做的事情就是看你过没过这条线 对马哲这一点是非常聪明的 因为只要是卡住你这个点的话就算是个动向 看这边马哲 在B方那也是看到没有打掉 这边中文 看看时间 时间并不是太多 这方的一颗闪光正好是牵制你 马哲直接是选择强打 哎呀非常可惜 这个实在就是一直在拖他的时间 然后逼得马哲B 就是强行要进入 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IG这边在第一局中文 还是在B点 这个三人前还是出现了一个失误 所以说后面是靠着自己的队员 18以及马哲进行的一个人员上的追回来 但是还是这个差距比较大 毕竟那个三个压出去一下子被秒了 三个的确是对他们的打击还是非常大的 是的 看一下马哲 哎这一枪没带到 对但这边我们也是看到中路实境 那个烟雾的封锁 那这边马哲也是看不太清楚 整个潜伏的整体动向 因为我之前是有 之前是有看过嘛 的确日本队是有看过 IG在打黑的整整张图是大 就是大致的一个整体的分布 还有一些就是潜伏的的 一些进攻的一些特点 还是对 因为IG是大家公认的 现在是本次夺冠的大人们吧 每个队都会来对他有一定的研究 我相信就是希望就是 IG是不可能是 单单的一套两套的战术打法的 还是要随着场上的一个 对方的战术变化 我们看到马哲刚刚又是第一时间在中路是击杀掉一名 在闭口是直接看到对方 下一道是有一人 那连续两次都是马哲 第一时间开火在中路 这个 这边中路进行一波交换 小道这边是直接上了 对也是有看到死亡死亡那先边是一个二打三的残局怎么处理 日本队会回答一波 马哲好像看到了些什么 对应该是有看到这边一场没有打中 没有打中 那这一枪没打中 应该是有看到这方的一个人员的转换了 感觉日本队还比想象中要细腻了一点 特别是从我个人感觉上来说 就是呃 这边打就是转点啊 一些就是吸引 感觉就是做的补枪 这些这场黑色上做的还非常到位 但是我们看到大道一旦被打掉 这边小路马上就是支援 看马哲啊非常可惜 啊比零 我现在希望真的是 会不会是小伙子们上了这个主舞台是稍微有点小紧张 我希望就是 你这个让他们一下调整千万不要紧 因为我们也是在 需要及时的调整一下 特别是乃斯 希望呃毕竟是参加过上一次比赛有很多线 漂亮马哲第一时间是 A大事顶了国去 双杀 因为其实在这样的开局不约的情况下 在我们的CF舞台那边是和阿塞班教授也是有这样的情况 在潜艇是0比3落后 但是后面还是慢慢追回来了 这就是在变 马哲在变 他们都在变 对 这边烟雾弹里面 诶 烟雾弹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一个两个 这一个15师太厉害了 真的是有点大 对 这个两个是被杀的是有点不值得 我个人觉得 看到是 怎么说呢 日本队这边第一时间就是他每次探点的时候永远是三个人左右 过来是跟你换人 换到最后然后跟你拼一个残局的处理 然后就是IG是在不停的就是往前压 就是个人靠突过个人的突点之前就是探个点要去一个人要带你几个 这样就感觉是进到了日本队的节奏 对 而且我们看到前面两局之中 整个的IG他是选择了一个退防的防守 就退的不像是 呃 虽然说开局有一个前期的一个侦查 但是并没有进行一个整局规模的一个顶防 对 而第三局中我们看到A大一旦顶防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但是马上选择了一个后撤 这边小道又是第一时间又是被蜂蜜又是被打掉 通过一个闪光配合 是出来是把小道的蜂蜜是带走 对 这边H包点 什么情况 这边IG似乎是并没有还没有摸清楚对方的一个套路 对 因为前两局的话也是有存在整个摸点摸战术的一个情况 在一个互相了解的一个阶段嘛 对但是这边NICE又存在小鹿被对方打掉BEST 漂亮BEST 打掉了包匪 但是知道对方爆点里面还有一个 看一下BEST能不能 这已经非常确定这边有一个的他 对 关键 NICE其实前面也是被打掉应该也爆了点了 对 所以说这边BEST也不敢太过于激进的冒进 对方可惜 对面这个是一个残血的狙击手 是直接把BEST补掉了 0比3 0比3 所以说我们IJ小伙子稍微稳定一下情绪 千万不要急躁 我相信他们 看一下开局 还是同样的开局 变没有太大的变化 应该是现在都是 应该是NICE跟马泽在一起 肯定要商量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办 一定有一个拿分战术 但是我觉得差不多可以就是动了 不用再藏着掖着了 前面整个体制 都是在开局有优势的情况下 然后在自己这边造成一些失误之后 然后被对方正好给抓住了 我可以看一下 大地图 然后日本队的一个站位 对 第一个的话 这边也是有一个 还是比较慢的 小技巧对 日本队其实也是在找你的一个漏洞 犯错误的地方 我估计刚刚在小组赛 他们肯定也有看IG是跟越南队的 就是一个比赛 然后感觉好像节奏拖慢了 IG会比较急躁或怎么样 是的 我们去找一个就是突破IG的一个防守的一个方法吧 对 就是如果正面平江真的是 我觉得是真的没机会 是的 所以说IG也是要想办法 就把整个比赛的节奏去拖快 然后再去强制对方 就跟我们这边是进入到一个残局的一个阶段 但这个就是互相找节奏的情况下 欠IG千万不能急躁 然后各种就一个人压钱啊或者怎么样 就这种情况那真的就不好了 是的 看到这边又是一个小细节的配合 对吧 应该是套组合伞 打得非常细腻 非常细非常细 这边的话两支队伍现在是不知道什么情况 看就像刚刚我们在外面就是跟马德他们聊了一下 时间不拖到30秒我不进攻了 对的 这边又是把18磨掉了在中门 18应该是中门又是没耐足性子 是露了出来露了一下 来 BEST 这边也是被打掉 看一下NICE中路 这边是 就是被拖得有点烦 就是各个点都会压出去看一下 马哲在A大这边是打架对方 但是还有一个 没有办法0比4 0比4 这个一定要及时的调整啊 我们希望现场的朋友们也是给IG多多加油 希望他们能重新就是调整一下 打出自己的状态 现在的话我们看到IG是选择了A大这一边 看一下A大 A大要火拼了 前压直接前压来了 A大拐脚 这边是 这边被打掉的人之后也是选择了一个 不敢再露了 不敢露了 那这个时候 IG一定要把握住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优势 对 我看到这一边 我们看一下 大地图应该是了解到日本队的一个攻向了 是的 哎 这边马哲这边 马哲有看到 有看到但是也是被对方打到了头 做EHP 看这一枪 这边是蜂蜜是在A大吧 A大 A大押前的时候被打掉 漂亮 这边也是不会补到了 奈斯 奈斯 奈斯这个点很关键 EHP A大这个比较重要 好的奈斯 漂亮奈斯 好的 这样的话直接是将路对方 一为三 一为二 小道 Best 要稳一下 不能被描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急走 因为人数上是有优势 对 两个人打一个包团啊 双卡啊什么的 都可以 最多让你带一个 我一定把你补掉 不给你机会 诶 漂亮了 终于成功 拿下第一分 这样第一分拿下是 刚开始 应该是刚开始 稳定一下心情啊 心态啊 这一下就一分拿下来心里就舒坦一点 赶紧就是说找到他们自己的节奏 我们看一下 继续 这一侧的话我们看到 A男士有一个A大的一个交战 那日本对我们可以冲击 大体就看得出来他们是打得非常的聪明 感觉就是还是小组在前面 IZ前几场真的太顺啊 或者怎么样 就是每张地图上都 基本上都是大比分是获得胜利 他们打得也是比较快嘛 各种Ride没有任何练什么任何战术 感觉还是稍微就是一些细节上面处理的 就是稍微有点生疏了会怎么样 就是还需要就是绷紧那根弦 长一个队伍来给他们提起这根弦 对 不能太松 看一下马哲 我们看到FORME现在的FROG还是零 就是可能还是稍微的手感不是很好 希望FORME也能及时的调整一下 那这边的话 这边 时间是进入到一分半 一分半的话 现在IG这边不满这一桃头 这边 有看到 枪水了 18是在干嘛 这个A大拐角已经拉到近点了 这边还没有封面 今天是被打掉 A大被清掉 那这边马哲很危险 不能不 是我的话不应该再RO 要等队友 这边是应该是一个A大跟小道一个三二包A的一个慢的三二A 这个感觉是完全是完全了解了一个IG的布防位置啊 关键其实是第一局那一波三个人必须压就压伤了 然后可能正面拼枪的时候好像也是有点稍微有点虚 枪都可能变形了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布防 那现在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一边应该是有一个双架 这个是肯定是看到了 对 这边双架之后 看一下会怎么去处理 我们看看 看大地图 整个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 而且还是用了比较多的常规防守去防对方的一些进攻套路 这个比较重要 漂亮 BEST B点双卡 双杀 C4打掉 我感觉刚刚应该是百分之百B点确定是里面是有人的 对对对 但是他们这边日本队也是没有任何道具就是强行进入 手面所看到的起场比赛一样 就国外他们是在没有见到你人之间是不会丢道具的 嗯 我们看一下这个 残局怎么打 对 因为C4的话已经是被打在了B房内 也是有看到 看到慢慢 哎 要来了 这边看到不 直接看到人之后就果断的一颗道具 这个闪光亮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但是NICE是吃不到这颗闪的 但是NICE是在高点 对好的 但是NICE被电话给偷掉了 但是也是把这边潜伏着是完全锁定了在这边 对 这边我们看到这个队也是不敢动 漂亮 直接拆掉对方 是吧 直接是把中门想偷屁股的这个人直接卡掉 4打1 漂亮 第二分 希望多拿分 对 然后下半场可能有一个主动权 会比较宽裕 不能说太被动 一下子下半场压力太大说要拿多少分 那这样就是可能被自己要求压力就是比较大 是的 我们看到日本队其实前面几把的战术开局其实都差不多了 是的 然后就是要不就是A大 他在当中的几 两到三局的时候 他是进行一个变招 进行一个二三包A 对 他要不就是 就是特别就是唯一的变化就是三个要不亲A大 要不就是 这三个主要的火力点要不就是亲B 永远就是这两个点打完之后跟你换人 到底看这边是我占优势还是占就是瑞士 我换到人了 我可能就强行打你这波 我换不到人了 再跟你转一下打个残局或者怎么样 漂亮小炮 这边的话他们整体的一个战术我看出来是 完全是依靠卡女人让你自身去犯错 因为卡到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卡到30秒40秒每个点就是IG的人都是摸钱摸出来了 这边 哎一个配合 小细节还是真的 这个日本队还是真的有的 确实 那这边的话是送了一个人 看到缝灭 现在的话整个 因为IG也是知道对方是喜欢卡自己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不敢随意的探头 因为其实对方的枪法的话也是不在自己之下 你看 一颗闪光的反清了 一换一 一换一 还有 刚刚有看到小炮其实还有 对 发现C字是打掉了 直接强打 漂亮的方便 好的 好 好 尔维尔 但这个时候 看到 哎 这个是直接 又是Best 这个 日本队的狙击手势直接跳进A狗一枪吧 Best应该是顺掉了 你看了 这次 我们结果先打掉 这次没有 哎呀非常可惜 6比2 6比2 怎么感觉黑色这张图 这是我们的活图 对啊 被直接是IG有点被打闷的感觉 的确是对IG每个点上感觉都是 特别是IG的重防的一些位置 都是做了一些针对 是吧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 他们就 打得很聪明 他不会去打很难打的B点 他会直接是 他已经洞穿了你整个A点 他就会继续在你这个A点上面做文章 不会去打你这个B点 B点是前面几把反正一直都是都是假的 唯一打了一把是被IG强行在B点堵住了 是的 就是一个双卡刷屏 对 感觉真的 不好吧这样 还是心理负担 我感觉稍微有了一点 可能是大家 呃之前的表现就是一直非常非常好 然后上了主舞台可能就是IG的每位队员也是 想来会稍微 稍微多了一点 还是希望就是 稍微少许一下 在整个上半场的话 还是想办法把上半场最后一分给拿下 对 然后下半场才能说 能打得轻松一点 诶 这边又是一个配合闪光 好 这一边直接是卡掉 这边小到这边的配合闪真的是不行 这个顶钱的话 如果你要不就是直接顶出去 要跟他在前点是要形成一个换人 要不是说了就赶紧到最后点 不然这边是闪光是根本回不来的 是的 但是这边18和Best也是两个人发挥 好的 Best是从B点 瞬间将人数上的差距给搬回来 Best是直接从B点压了出来 是顶到小到收了两个人 我们看到对方的打的也是非常灵活 中路这边 中路这边 一换一 不亏 这边 不要急千万不要急 像这种时候就不应该急了 对 远端远端 马哲也是看到人了 应该是会告诉Best这边什么情况 诶 这也是有看到 Best这边是 差一点就跳出了 这边是应该是一个拼枪 不着急 对 这个时候肯定要稳 来 既然你喜欢打慢了 我们这边才能觉得给你拖反正终数上有优势 他现在的目的就是要 一定要第一时间能秒掉一个 秒掉一个我才有机会 下包 这边的话我们看一下 C4下好包 成功放下C4 我们看一下两个人的回放路线 这个回放很关键 我们可以从大地图上看到 一个日本队的位置 我们看一下IG的回放清点 考验基本功了 漂亮Best 还是成功的拿下了上半场的最后一分 6比3虽然的确是落后 但是 我希望就是 IG能及时的调整一下 在下半场潜伏着 就是我们国土的一个霸气的打法上 还是能把这个东西打出来 我觉得Best的脸色是很 脚底很重啊 这是